国民党立委徐新颖提案主张删除特别预算法的第84条 避免预算遭到滥用 但民进党立委反酸 马英九时期的爱台十二建设 就是动用了这一笔特别预算才有的 难道现在是自打巴掌吗 而民进党总招柯建民更痛批 这根本是在鬼扯 如果国民党硬要把立法权完全凌驾行政权 那以后国内发生重大事件或是灾难 急需额外的预算支援 到时候要怎么办 国民党立委张志伦特别翻出预算法的条例 因为同党立委徐新颖针对特别预算提出修正草案 而不是蔡英文政府想要编列多少 然后想要用在哪一个县市 就用在哪一个县市 应该要由行政院来统一来编列 我们就是希望特别预算不要被滥用 我们一切合乎这个监督 希望预算不要被滥用 徐新颖提案主张删除的是预算法的第八十四条 国家因为战争 经济重大变故时可因为紧急需要 而先支付其一步的淡数条款 要求立法院没同意 就算紧急状况也不能先支预算 但民进党立委点出 无论是COVID-19或是采购战机 这些可都不是靠年度预算 能够预想得到的 民进党立委很酸 前总统马英九陈水便也都动用过这笔资金创造建设 甚至一百一十二年的普发现金 也都是使用这笔特别预算的成果 立法院嘲笑野大的局面 蓝白阵营主导国会议题 民进党努力接触舆论压力 全力反制在野党的施压 记者李洛崇林俊廷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